走過全世界 全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攸行車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攸行車 中將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好物 我們歡迎我們的貴賓 我們現在集團就是韓國四港 我們現在集合在小港機場 我們看到這是台灣富航 這是我們特別的一個團體 我們寶貴 全高雄 立背韓國的襄揚 一般正常的寶貴 都是背的所有 但是我們寶貴去襄揚 襄揚這個地方 就是今年 2018年 辦冬季奧運裡面 最新的一個機場 也就是要迎接 我們今年的冬季奧運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 我們的小港機場 從小港機場 飛襄揚 只要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就到了 那小港機場 展現了很有藝術的氣息 這是非常有名 蕭琴的畫 他是深恆昌的收藏 擺在機場 讓大家欣賞 這是非常值錢 這是非常值錢 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畫家 他叫蕭琴 也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就特別介紹起來 這些畫 這些藝術品 我們看到這個 這是在摩爾裡面的畫 這個就不是蕭琴 畫家是誰 我也不認識 那在我們的小港機場 你看 每一個地方都展現了 台灣的味道 我們可以看到原住民 因為台灣也是一個 多種族的融合 所以你看看著這個 台灣美的 到町來高雄 那我們現在已經上飛機了 在機上 馬上就要飛到襄陽 那我們通常 看到我們 大家都以為說 連駕航空 連駕航空 你看吃這麼好 米粉炒 滷肉飯 這就是他 上街虎航裡面 最有人氣的便當 也最好吃 那飛機已經抵達襄陽了 那我們看到 現在這樓這麼平坦樓這麼好 這就是要迎接 今年的冬季奧運 剛剛閉幕完 那已經到了 來 看這個 來 看這個 12月已經很冷 也在這裡就洗了 也在這裡就洗了 大家包得這樣 阿嬤都賣掉 阿嬤都賣掉 阿翔這樣 包得很暗 我們在這裡下了車 我們要去參觀 第一個 對啦 對 你們好 那我們現在要搭船 哇 這麼漂亮 我們第一站 我們要到蘭怡島 蘭怡島 這個是 我們師兄 都在電視韓劇看得到 都在韓劇看得到 都在韓劇看得到 韓劇都會選到這個地方 選到這個地方來這裡拍片 你看 這裡的風景這麼漂亮 真的是非常漂亮 那這個地方就是 最快有名 會去年上公 韓劇 冬季煉歌 就是在這裡拍的 對啦 都要蹭口、照 不然都沒看到 authorities 沿途旁邊也可以看到冰雕 所以喔 五三十 你都賺口罩 你們都賺口罩 五三十 你都賺口罩 感謝喔 感謝 你們來 你看 真的是大家都 戴口罩 戴口罩 都不知道什麼人 有時候 我們在攝影的時候 就要 就要來搶一下鏡頭 你看 堆雪人 哇 你看 倒桌子 都賺 冰雕 十二月而已喔 還沒有進入一月份喔 所以這是 蘭嶼島之美 我們小莉也很高興 撿到鏡頭很穩耶 對 對 倒擠 對 倒擠 倒擠 哇 這個就是南移島 那現在已經 那現在已經 我們經過了南移島 然後 我們 來到了 這個地方 叫做小法國村 這個地方 在小法國村 我們在這裡看它的 風景 以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這裡 對面的山脈 還是很漂亮 這也是 一個非常棒的地點 帶得手 他們這些都是拍聯繫劇啊 拍什麼用的 還有在這裡也可以看到 那個很 裡面可以看到很多雕像模型 在這裡在反映我們的魯客 還有不一樣的 主題的展示館 其實裡面 每一個展示的東西 都實在是很吸睛 你看像這個彩色的隧道 哇 你看走在裡面 然後拍起來 是不是 我們覺得 詩情畫意的感覺 特別的詩情畫意 那在這裡還可以看到那個 傳統 傳統的那些人我劇 這裡差不多 也有看到那個展示 超過一百年歷史的音樂和演奏 在這裡都看到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一個 非常浪漫的童話故事的一個城堡 所以叫做小法國村 所以是非常浪漫 尤其年輕人 他們談戀愛都會到這邊來了 哇 小法國村 大家都已經玩完了 今天晚上我們吃最有名的 當地最有名的烤肉 這一趟四天 我們每天吃的菜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的 每一天 每一天都安排不同的菜色 所以沒有一天是重複的 那大家一提起來吃 那代表韓國的 一想到韓國 就能想起來的三大十點 有沒有 有看到夜間的法國村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 這個是白天 這個是白天特別我把它補上去的 因為這一團就是來看夜景 那我來的時候我自己也來了一趟 所以我來的時候是看白天 所以讓觀眾看到白天跟夜晚的小法國村 是不一樣的 但是一樣 白天看起來很浪漫 晚上看起來更浪漫 所以白天晚上我們這一團都看到了 這個就是白天的小法國村 那你看對面喔 對面這一座山 還有這邊的湖 是非常的漂亮的 這是非常有名的一個湖 叫清平湖 清平 清平湖 這個地方面對的 所以我們看小法國村的風水也很好 它是在山的那一邊 然後面對的就是清平湖 所以這個地理環境非常的漂亮 可以看到浪漫的建築物 也可以看到非常 非常優美 非常優美的山 山的風景